我叫Pete Park 我叫Penny Park 我叫Pete Poker 他们都是蜘蛛侠 来自其他的平行宇宙 而这个小男孩 也是个幸运之子 一只蜘蛛爬到了他身上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成为新一代的蜘蛛侠 看着手上的蜘蛛 杰克随手给拍死了 结果第二天 杰克发现自己长高了 听力也变得异常灵敏 树脏也变得异常有粘性 直接粘住了格温的头发 很高兴认识你 特别高兴 看着手中的头发 又听同学意论他是怪台 杰克非常尴尬 慌慌躲进了保安室 却发现手边粘在了眉上 好不容易挣脱 又不是控制的爬到了墙上 居然墙皮都被粘掉了 最终 你表现又滑出窗外 就这样 杰克一路飞行走壁 低下状况的回到了宿舍 这时 一杯卖话又砸在脸上 杰克惊讶的发现 自己今天异常的行为 居然和蜘蛛侠一样 他准备找到蜘蛛查探情况 结果在路上 差点被车撞倒 当杰克来到地铁站时 却发现 蜘蛛早已僵硬 就在这时 一股强烈的反应 席卷了杰克的脑海 下一秒 蜘蛛侠 我不能让你打开 通往另一个时空的大门 里面真正的蜘蛛侠 正在和绿恶魔战斗 杰克刚想逃走 却被迫卷进了战场 一表现又掉了下去 危机关头 蜘蛛侠救下了杰克 蜘蛛侠告读杰克 他体内的异能 还会彻底觉醒 德姐要完这场战斗 再亲自教导杰克 就在此时 金兵启动了队传机 前行打开了时空传送媒 他那同时连接五个平行宇宙 金兵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重新打宇宙 把一世的奇尔找回来 如果金兵的计划成功 那这里的人类将会全部消失 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多元宇宙的开启 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时空错乱 看着时空机被开启 蜘蛛侠也无能为力 因为此刻的他 已被绿耳魔撕撕按住 毫无意证开束缚 却又一次被绿耳魔抓住 直接把他按进了传送光柱 另一边 六章节受到干扰 也发生了故障 金兵想阻止绿耳魔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剧烈的爆炸 让整个实验室变成了废墟 绿耳魔也自食其果 直接领了盒饭 而杰克在废墟中 找到了重伤的蜘蛛侠 彼得帕克把重担钥匙 错误给了杰克 先让他帮忙阻止金兵 就在这时 金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杰克慌忙的躲了起来 看着面前的蜘蛛侠 金兵一拳砸了下去 把尸体处理掉 杀了他 杰克被发现了 开始拼命的逃跑 爬尾达在后面紧追不舍 危机关头 杰克逃出了地铁站 正在侥幸躲过一劫 与此同时 彼得帕克去世的消息 传遍了这所城市 人们都陷入了悲痛中 并且专门为蜘蛛侠 举行了哀悼大会 一代超级英雄 也就此落下帷幕 就在彼得帕克死后 杰克决定担负起 拯救世界的责任 他准备像蜘蛛侠一样 穿透在楼宇之间 由于待餐之后 杰克默默走下楼梯 换了个矮点的高楼 他鼓起勇气准备飞跃 结果甩到鞋带 直接摔了下去 这下BBQ了 冲着钥匙被他摔坏了 到了晚上 杰克独自来到墓地 看到蜘蛛侠的墓碑 他陷入了自责中 事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吓得杰克手一抖 直接把对方垫晕了过去 当看清地上的人时 杰克直接愣住了 他居然是彼得帕克 据到这时 警察突然出现 为了不让人发现彼得 杰克按下了他的发射器 注射年代的火车上 原来 之后来自了另一个宇宙 同样身为蜘蛛侠 可他过得并不好 红度做个生意 但是血本无归 又因忙于拯救世界 完全没时间关心老婆 同时两人离了婚 整日灰灰噩噩 还有了大作难 彻底成了百烂难 就在这天 意外被黑洞吸了进去 这才来到了这里 现在想要回去 只能通过金病的时空机 再又充断钥匙摧毁他 这样才能以绝后患 可钥匙被杰克弄坏了 为了能早日回家 也为了帮杰克拯救这个宇宙 彼得决定去金病基地 重新复刻一个钥匙 可是刚出没 意外就发生了 随后 两人来到了金病的基地 他们现在通通管道 潜入了办公室 原本一切都挺顺利 却被杰克搞砸了 杰克发出动静 被章鱼博士发现了 危机关头 杰克意外触发了隐身技能 可彼得就惨了 只能被迫拖出章鱼博士 当杰克抱着主机线索 好不容易摆脱章鱼博士 可又被大厅的人发现 两人只能慌忙逃跑 在彼得的教导下 杰克小为了喷丝技巧 由于来自不同宇宙 彼得又发生了故障 导致数据主机 被章鱼博士抢走 危机关头 一着白色身影从天而降 解决完章鱼博士后 他摘下了蜘蛛面具 看清死人样貌 杰克直接傻眼了 他居然是自己的同学格温 原来格温也来自另一个宇宙 是那个宇宙里 唯一的女蜘蛛侠 格温也是被黑洞吸了进去 最终来到了这个世界 随后 赛人来到了梅伊家中 看着死而复生的彼得 梅伊很激动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梅伊带着他们 进入一个秘密基地 这里不仅有炫酷的装备 还有各种款式的蜘蛛战衣 甚至还有三个蜘蛛侠 它是来自1933年的 暗影蜘蛛侠 它是来自二次元宇宙的 潘尼蜘蛛侠 它是来自卡通宇宙的 小猪蜘蛛侠 他们都是在对撞机爆炸后 意外来到这个宇宙的 此时六个蜘蛛侠 互集到一起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回到各自的宇宙 并且摧毁对撞机 可是谁留下来 完成这个使命呢 如果其他宇宙的人 强行留下 不仅会失去回家的机会 也会随着原子的不稳定 最终身体崩溃而死 虽然杰哥最合适 他本身就是这个宇宙的人 但是大家都拒绝了他 因为他的异能 还会彻底觉醒 无法做到随你所欲的使用 大家不能让他冒这个险 受到打击的杰哥 激发了隐身技能 失落了离开了基地 他随头丧气地走在街上 本想找叔叔寻求安慰 去保险叔叔不在家 就在这时 排位者突然出现 杰哥吓得隐身躲了起来 当排位者摘下面具 杰哥却傻眼了 一直追杀自己的人 居然是自己的亲叔叔 与此同时 潘尼已经复合好了 虫子仔钥匙 立马钥匙交给了彼得 由他完成最后的使命 就在这时 杰哥闯了进来 把叔叔是排位者的事情 告诉了众人 可杰哥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被跟踪了 一瞬间 众刀反派冲进了屋内 把植物侠被包围了 一言不合 双翁又打了起来 杰哥捡起虫仔钥匙 拼命地逃到楼顶 排位者一把插住杰哥 无击关头 杰哥拿到了头套 不忘 不忘 看到排位者没有动手 精明直接开箱干掉了他 在临死前 叔叔紧紧握着杰哥的手 你是我们中最棒的 看到叔叔死去 杰哥悲痛万分 崩溃的杰哥胡到房中 看自己的没用 在里面大发雷霆 我们都经历过 我失去的是我的班杰明叔叔 同伴们向杰哥道了别 为了防守他做傻事 彼得把杰哥绑了起来 随后 五个蜘蛛侠离开了 他们要完成最后的使命 就在这时 杰哥的父亲来到没钱 不管你怎么选择 你都是最棒的 当父亲走后 杰哥陷入了沉思 叔叔的鼓励 父亲的肯定 同伴的期待 在这一刻 杰哥终于觉醒了 眼神也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杰哥来到基地 选了一套属于他的战衣 并且给喷成了黑色 随后 杰哥来到摩天大楼 完成了信仰之乐 成功推变成了 属于这个时代的蜘蛛侠 与此同时 机并再次启动了对撞机 打开了时空传送媒 一时间 城市的空间开始扭曲 变得极其不稳定 五个蜘蛛侠也陷入了苦战中 危机关头 杰哥出现了 现在他终于有能力 和同伴们并肩作战了 与蜘蛛 你对卡通人物有意见吗 看锤 杰哥拿着重宰钥匙 越过重处障碍 到达了对撞机的顶部 启动了毁灭程序 终于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了 杰哥送走了潘尼 送走了暗影蜘蛛侠 送走了卡通蜘蛛侠 现在轮到格温了 当格温走后 金病突然出现 彼得想要留下阻止他 却被杰哥拒绝了 这一次 哈尔成为守护大家的英雄 这也是他的使命 杰哥强行送走了彼得 在彼得走后 结局之战开始了 面对强悍的金病 杰哥丝毫没有胆气 尽管他一次次被打倒 但心中的信仰之念 又让他一次又一次 顽强地站了起来 随着丢上机的炸毁 多元娱乐通道也随着消失 一切终于结束了 而杰哥也成为了 这个娱乐中唯一的蜘蛛侠 开启了属于他的英雄之路 电影的到此也就结束了 但属于你没的时代 还未结束 请相信自己 坚持心中的信念 勇敢面对困难 千贵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